美国国会参议院24号未通过两项旨在结束联邦政府部分关门的提案 其中一项按照总统特朗普要求拨款57亿美元建造美墨边境墙 同时延长同年底美非法移民的暂缓遣返实现 另一项不包括拨款造墙内容而是提供临时拨款资助 使已关门的联邦政府机构重开并维持到2月8号 从而为两党磋商提供更多的时间 接下来参议院两党领袖将对一项为期三周的临时资助法案进行谈判 以重新开放政府同时为移民问题谈判争取更多时间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会考虑接受临时资助法案 但是条件是必须包含建边境墙的首富 桑德斯没有说明具体数字